门缝之后 这位来自德国的视频主原本打算为自己录制一段视频 不过在拍摄的过程中却出现了一个意外 我是原本虚眼值的门不知为何自己打开了 他觉得一框后的他便立即起身来到了卧室外 但是门后却只有空荡黑暗的客厅 于是疑惑的频道主重新回看了发生的这一幕 他彻底傻眼了 原来门并不是无缘无故被打开的 只是将他推开的那个东西隐蔽在了黑暗之中 将画面处理后 我们可以发现那里曾出现一张相当可怕的面孔 他的嘴巴和眼睛只剩下了黑暗的空洞 而整张脸却是惨白的 不过当视频主起身后 门后的那个东西也便消失不见了 整个过程都是无声无息的 这个藏在门缝之后的鬼脸应当如何解释呢 2020年 一位叫做Ben的用户在Facebook上上传了一段视频 视频截取自家门前安全摄像头的录影 只不过其中出现了一个诡异的景象 在这段拍摄于社区街头的监控录像内 我们能够看到一个非常奇怪的透明身影 该身影体型较小 看着去她像是一个穿着粉色裤子的小女孩 并且从她的移动方式来看 这个透明身影的脚下似乎正踩着滑板 然而该身影仅出现了几秒钟 但这段录像令居住在该社区内的Ben感到十分不安 因为在他们的社区内恰好流传着一个诡异的传说 据称一个鬼魂家族经常出没于附近 有趣的是其中便提到一个叫做爱米丽的小女孩 在社区传说中 人们可以在夜晚听到爱米丽的哭笑声 不过一直以来 社区内的大家都没有捕捉到任何确切的证据 来证明鬼魂家族或爱米丽相关传说的真实性 那么这段由居民Ben捕捉到的镜头 是否可以成为他们的确存在的第一个证据呢 威斯康星州三角形UFO事件 2020年5月 一个美国人在威斯康星州拍下了以下这一幕 天空中 一个不明的三角形飞行物正在匀速的旋转前行 不过从拍摄距离来看 该飞行物的飞行高度并没有很高 有观点称 这是美国的TR-3B飞行器 不过那毕竟是美国的一个隐秘计划 从未有普通人能够知晓它真实的样子 也有部分观点称 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外星产物 有趣的是 视频拍摄地点位于美国威斯康星州 而威斯康星州的UFO目击报告数量也比较多 甚至该州还声称自己拥有三个世界UFO之多 因此三角形飞行物出现在当地或许也在情理之中 至于它真的来自于外星文明还是地球技术 那就需要另当别论了 沙发上的透明人 这是一支与宠物有关的灵异视频 拍摄者发现 自己的狗始终盯着空无一人的沙发看着 它的口中还发出从未见过的嘀吼声 拍摄者还没有从这一幕中缓过神来 下一秒它却见证了更加令人不寒而栗的一幕 沙发上骤然出现了鬼的凹陷 仿佛一个人坐在了上面 所以这只狗是一直在盯着那个东西看吗 它会是谁呢 水中的黑影 这段视频的拍摄地点并不清晰 并且从视频画面来看 它距今似乎也有些年份了 拍摄视频的女子正位于野外的河流附近 当她自言自语地移动着手中的镜头时 竟在身后团结的河流中看到了一个离奇的身影 明天明天 一个黑色的人影从水中浮现 不过他并没有现身太久 聘个之后该黑影人就再次消失在了湍急的河流中 见证了这一幕的拍摄女子则在原地傻眼了许久 针对这段视频中出现的神秘黑影人 观众们也对其纷纷进行了猜测 以外的河流相当危险 因此一般人绝不会冒险到水中游玩 与此同时该身影看上去呈现为一片纯黑色 虽然那个年代的拍摄质量并不算高 但也完全不至于无法看清正常人的面部特征 所以黑影人的真实身份 以及他究竟去了哪里 都需要被划上一个问号 你的观点是什么呢 一位TikTok视频主 在家庭监视器捕捉到的画面中 发现了一个奇怪的景象 请注意屏幕中的沙发 他的前方有一个白色的物体 在不断飘动着 或许有人认为 这不过是摄像头的拍摄故障而已 但是视频主却对他深表怀疑 同时在他第二天发布出来的录像内 也出现了一个更加令人费解的活动 从视频主分享的故事中可以了解到 地面上移动的那个白色球体 是他们的网球 在相机捕捉到 看起来像是鬼魂的白影号 他们又在家中发现了 网球移动的状况 想必视频主家中的事情 并不是简单的相机故障了 空中的神秘龙行生物 即将分享的是一段 拍摄于苏州的城市宣传片 该宣传片已经发布 立即吸引了数百万人的观看 然而在观众人数逐渐多起来后 人们却在优美的画面中 发现了非常奇怪的一幕 在宣传片的某段镜头内 细心的观众指出了 屏幕所上角出现的离奇景象 黄昏的天空中曾飘过一个奇怪的物体 该物体呈现蛇状 又或者称之为龙形 当它被越来越多的观众发现后 关于其真实身份的讨论也变得多了起来 大部分观点认为 这不过是风筝而已 然而真的如此吗 该物体距离拍摄无人机非常远 与此同时 它是从云层中钻出并飞行的 考虑到近大远小的透视原理 有人指出它的实际大小甚至有上百 乃至上千米长 而普通风筝的实际大小和飞行高度 都没有达到这个数值 并且可以看到宣传片拍摄于城区内 如果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大的风筝的话 那么在建筑密集的城区内 几乎也无法提供足够的场地 这段影片中的物体 其身体摆动非常灵活 从画面中看 它甚至在中途迅速地转了弯 飞行速度也极其之快 众对技巧表明 该物体是风筝的可能性非常低 虽然这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 也因此 另一些神秘的观点便脱颖而出了 部分超自然爱好者认为 这是一个龙的镜头 这种存在于传说中的生物 也经常误入人们的视野内 不过无论这个奇怪的物体 是风筝还是龙 目前都没有人站出来 给予可靠的证明 你又愿意相信哪种观点呢 伸出鬼墨的女孩 在以下这段影片中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墨西哥视频主Diego 又遇到了怎样的困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永远都不会等待Diego的女孩艾米 看这剧真的要让她精神崩溃了 我们下期见 电视频主席 有助理 转交换